韩国演艺圈今日因为胜利 郑俊英等人的丑闻而成为各界的焦点 但警方的调查尚未结束之际 韩国SBS新闻节目3月29日晚上再爆料 指偶像男团成员A某卷入性侵案并于日前被起诉 为了保护隐私 电视台把涉事男团的照片做出模糊处理 不过精明的网友透过照片的剪影比对 认出他就是曾经红透半边天的男团 SS501的成员金亨俊 据报道指 女子A某声称与男子A某因为工作关系而认识 并在2010年5月在异山的寓所内 遭喝酒后登门造访了A某性侵 B某指当时曾拒绝对方 但A某仍强行的发生性关系 事后他曾联络A某 但对方一直没有向他道歉 B某声称精神创伤 一直接受精神科的治疗 至最近眼见有圈中人爆出性丑闻 他才鼓起勇气提出起诉 而A某所属的事物所指 当时A与B的确发生性关系 但就指是在双方同意之下进行 而非强迫性 又指A某正在海外巡演 将于返航后诚实地接受调查 在SBS新闻爆料之前 已经有韩国的媒体联络上金亨俊的经纪公司 经纪公司表示提告人的主张并非事实 他们也没有被告知提告的内容 透过报道才得知 公司更解释 2010年金亨俊和柔人 以及提告的女性一起喝酒 因为对方的邀约才去了他家 在双方同意的状况下发生了关系 这已经是9年前的事情 对方是故意针对市议员的身份进行抹黑 他们会以诬告损毁名誉反告 下回视频 娱乐宝宝综合报道